据国外媒体报道,好莱坞红星安迪丽娜·朱莉在纽约时报上看完我的医疗选择,自曝已经接受预防性的双乳房窃竹术,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。 她表示,之所以做手术,是因为她有基因缺陷,患乳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较高。 今年6月4日,即将满38岁的朱莉,向来以身材较好著称,她曾有两段婚姻,分别是钱宁李弥勒和比利鲍勃松顿,目前男友是知名艺人布拉德·皮特,两人育有6名子女,其中3名是灵亚。 朱莉2000年曾以电影《女生向前走》,读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,2009年以电影《陌生的孩子》入为最佳女主角奖,除了电影方面表现优异, 她也积极投入慈善事业,2001年捐给联合国难民署100万美元,用以帮助阿富汗难民,此举也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赞扬。